昨晚给大家开箱了K50 Pro 所以今天呢我就不开箱这个K50了 但是我觉得这两款手机相比的话 K50才是我心目中最香的 红米已经够香了这个品牌 K50可能是更香的一个选择 相对于K50 Pro相比的话 首先天玑8100在我看来它的能效比 甚至可能比骁龙870还要优秀 然后呢你说它够不够用呢 我觉得完全够用 包括原神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应付得了 天玑8100表现怎么样了 非常惊喜 那安兔兔835915略强于888 那Geekbench 5单核986多核361 因为没有超大核所以单核打不过888 那就与870差不多 但多核成绩与888相当 那Sandy Mark White Knife Xtreme跑分1416 比870要强 但低于888 所以这个刀法很精准 天玑8100可以看作是870的这个多核加GPU强化板 强压870一头 游戏表现先看高清120帧王者荣耀 是相当的节能 此时的K50机身正面温度来到了46度 背面45.3度 发热比9000表现更好 那天玑8100的表现简直是刺旗舰性能小钢炮 干翻有伤也捅了自己 甚至有网友说 8100大于870大于9000大于8100 那屏幕呢 我觉得它跟那个相比的话 K50的屏幕哈 它没有Display A加的一个认证 我觉得这两块屏幕区别不大 所以第一个呢 性能上面这个也是真旗舰 屏幕上面也是很优秀的 2K柔性直屏 那电池就是很可观的了 5500毫安的67瓦快充 可以你48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它UI充满 然后完全充满一个小时之内 完全OK了 然后一个4800万 同样支持光学防抖的582 前几年的这个旗舰了 三四年前的旗舰 所以它的成像效果了 我觉得调教的好 也是完全可以说是中高水准的 然后呢 当然还是有遗憾的嘛 就是昨天说的两个小缺点 一个呢就是这个 摄像头前摄比上代大一点 上代是全球最小的那个2.8几毫米吧 那第二个呢就是 它的这个500万的微距变得更臭速了 变成了200万了 但是这个在我看来不影响核心体验 然后呢在这个壳的这个建议上面 我的建议是这个银记 黄金白银的银 足迹的银 这个我觉得更好看 对指纹呢更不明显 但是要更内面更深层的有一点帅 然后它的一个6.67英寸的这个屏幕 然后8.48毫米的一个厚度 其实这个厚度呢 如果你单 如果你不带套的这样操作的话 我觉得这个厚度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重201克重量是控制的相对比较好的 5500毫米的电池 加上天玑8100的优秀的能力耗比 所以这一个续航的成绩可能会非常OK 所以在你看来这个K50和K50 Pro 你觉得那个更香了 那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答案应该是建议选K50 但与此同时 虹米还发了一个K40S 那与870的K40S相比的话 你觉得这个K50 你会选择哪个了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 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赞转评 没关注的随便关注一下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我回来 查看 你